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得突快的消息 英国华人律师李正区被军情五处钉上 根据 BBC 中文网报导 英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军情五处透露 一名中共代理人秘密滲透到英国议会 并干预英国的政治 来自军情五处的警告说 长期在英国经营律师业务的李正区 为中国共产党与现任议员 及有意竞选成为国会议员的人建立联系 然后他向政界人士捐款 而资金来自在中国与香港的非英国人 军情五处表示 任何与李正区接触的人 都应该注意他的谛逐关系 及其推进中共议程的活动 英国保守党议员 及前任党会史密斯酌士13号 在议会下院就军情五处的警告提问 确认夏议议长已经通过电子邮件 将警告发送给议员 他说 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 呼吁将李正区驱逐出境 并要求政府向夏议院作出解释 英国前国防部长 埃尔伍德亦呼吁政府在夏议院作出解释 并补充说 这是我们现在预期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干扰 他还说 但事实上这种事情发生在议会 政府必须要有紧逼感 李正区是一个华人世界熟悉的名字 他是一名英国律师 拥有最大的华人律师行 他致力推动英国华人参政 是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的主席 组织华人参与英国的政治 但他在中国也有很多咸头 目前还不知道李正区如何回应 特发新闻报告完毕